所有的设计师都会各自有自己的一些风格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identity 我从小中学时期就开始会很喜欢服装设计 因为我觉得人家穿得很好看 很漂亮会很有信心之类这样子 我会个人比较喜欢南洋 我个人是蛮喜欢文化艺术的东西 然后尤其对自己的国家 马来西亚这一块 早期我们叫南洋 南洋就会是我的设计的概念的风格 关于我们历史 我们早期有印子民时期 然后南洋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 这样我目前推出的是第一个系列 南洋Chapter 1 南洋艺主要是华人为主 以南洋华人去做一个设计 至于怎样去带出南洋的味道呢 我融入一些雷霜 融入一些雷霜 让它给它看感觉比较浅味一点 没有那么的典型的旗袍 看起来还会像是一个礼服 满满满跟中国原有的元素 扯不到关系可是又有一些中国风扇里面这样子 当然从中有想过要放弃啦 有某种很多问题然后然后是想要离开这个行业的 可是我是去做老师 然后做老师的时候会经常鼓励学生要追求梦想啦 勇敢的去追梦啦 这个时候就会一直反复的问问自己 是不是应该自己要去追梦 然后最近是重新 踏入回这个行业 重新去做想要做的事情那样子 我们是南洋华人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跟自己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 所以在服装这一方面我希望在 这一块做出贡献 透过这个服装我会努力的 去推广这一块 让更多人的知道 南洋服装 南洋文化 我会 继续努力的在做更多的设计 让更多人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